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美国在中国吞并印度洋中的阴谋 这无疑是一场国际政治的博弈 英国政府最近宣布将查格斯群岛的主权的转交给毛里求斯 仅保留狄哥加西岛的控制权 这一消息震惊了国际社会 标志着美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地位可能面临重大挑战 随着中国的军事扩张以及与美国的紧张对峙 印度洋已成为新一轮竞争的热土 同时堪培拉自由党也在积极掀起政治风暴 誓言结束超过20年的工党统治 并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经济政策 试图重夺政权 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 当前的全球局势正处于变幻莫测的边缘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国际关系 也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全球政治的暗潮汹涌中 美国和中国在印度洋这片蓝色疆域的镜主正欲演欲裂 2024年10月3日 一则来自英国政府的公告如同惊雷 震撼了这一地区的稳定性 根据Telegraph报道 英国决定将查格斯群岛的完全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 唯独保留对狄格加西岛的控制权 未期99年 这一安排对于长期依赖狄格加西岛 作为战略军事基地的美国来说 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变动 自1970年代以来 美国一直从英国租赁狄格加西岛 而如今这一租赁关系将从英国转至毛里求斯 成了二次租赁 这一转变 看似是一个文明的去殖民化过程 消灭了多年的主权争议 毛里求斯早在2019年和2021年 就获得了国际法院的支持 主张查格斯群岛的主权 这项新协议也被英美政府示威 结束争论的重要一步 然而英国首相基尔 斯塔默对毛里求斯总理强调 这对于保护英美军事基地的持续运作至关重要 英国财政支持下 毛里求斯将重新安置查格斯岛的居民 但狄哥加西岛例外 然而 这一切的背后 却隐藏着更深的地缘政治阴谋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 显而易见 其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力量的野心 从未掩饰 中国的政策 从网络间谍活动到军事扩张 无不指向这一目标 中国是太平洋和印度洋卫 相互联系的战略空间 并在吉布提建立了第一个海军基地 表面上是为了反海盗行动 但其真正目的不言而喻 随着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逐步增强 这片层被视为美国后院的海域 正在变成中美竞争的新热土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及其盟友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 印度海军作为印度洋 海上控制的重要力量 却未能跟上中国海军能力的快速增长 中国向巴基斯坦等国家出售潜艇 并利用其港口设施进行军事行动 这一切都让美国及其盟友感到压力倍增 尽管白宫对新协议表示欢迎 但多位美国和英国的高级官员 对于迪戈加西岛的战略地位 可能遭到侵蚀 深表忧虑 这一忧虑并非没有根据 迪戈加西岛对美国在伊拉克 科威特 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 其在监测太空军事发展 和支持水下作战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然而 随着中国加强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 这一切可能在未来的冲突中被改变 面对中国 俄罗斯及其代理人 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 全球政治格局正处于动荡之中 习近平不断强调地建立战斗准备的重要性 意图引入一个百年未现的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 西方在印度洋的地位 似乎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而在澳大利亚 新地铁的开通则带来了另一番故事 在北悉尼一场拍卖会上 一所四卧式的连拍别墅 以240万澳元成交 买家是一个从临近郊区扩大的家庭 这个物业的吸引力不仅来自其靠近新地铁的地理优势 还源于北悉尼这片区域的转型 曾经被视为商业化地区的北悉尼 如今已成为家庭安居乐业的新热土 地铁的开通为北悉尼带来了便捷的交通 从这里到巴兰古鲁仅需短短三分钟的车程 随着地区面貌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迁入这里 而曾经主要依赖投资者的市场也逐渐转向 Brasic Whitney Lower North Shore的Louise Barton指出 今年春季的房地产市场虽然波动不定 但对于具备优势的物业仍然有大量买家感兴趣 在堪培拉随着选举的临近 自由党领袖伊丽莎白里也在努力振奋士气 试图终结长达23年的工党统治 他强调需要一个谨慎管理财政和城市的政府 创造一个适合居住和经商的环境 自由党也公布了一系列经济政策 试图减轻企业负担 促进经济增长 ACT的选举即将展开 选民将决定未来的政治格局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无论是国际政治的变动 还是本地选举的竞争 都在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无论结果如何 这些事件将不可避免地 对全球震惊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在中国吞并印度洋中的阴谋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印度洋正成为美国和中国之间 日益重要的战略竞争领域 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 主要集中在迪哥加西岛 这是查格斯群岛的一部分 自1970年代以来 美国已再次运营军事基地 并租赁自英国 然而 2024年10月3日的协议 将查格斯群岛的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 只保留迪哥加西岛在英国的名下 这标志着 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和政治环境 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这一转变 使得美国不再是直接从英国租赁 而是通过毛里求斯进行二次租赁 此举引发了对美国在印度洋战略韧性的担忧 特别是在中国日益增强其在该地区军事能力的背景下 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首个海外海军基地 并在柬埔寨 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 缅甸和巴基斯坦等地发展军事用途港口 这些举措都是其在印度洋增强影响力的策略 印度洋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重要的战略空间 随着台湾问题及其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升级 美中两国在印度洋的军事竞争愈加激烈 印度作为印度洋海域的主要安全保证者 其海军能力虽然颇具规模 但在面对中国海军快速增长的威胁时 却相对不足 特别是在潜艇运作方面 这使得印度和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加强合作以维持印度洋的战略平衡 尽管美国和英国政府对新的主权安排表示欢迎 认为该安排消除了法律争议 并确保了军事基地的持续运营 但内部仍存在对基地安全和功能的担忧 狄哥加西基地对于美国在中东和中亚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水下作战和太空监测方面的能力 中国的兴起以及其在印度洋地区不断增强的影响力 成为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一大挑战 毛里求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日益密切 尤其是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非洲国家 这也可能改变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毛里求斯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及其对狄哥加西主权的增强 可能会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利益 随着国际社会关注焦点的转移 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不容忽视 美国在此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受到考验 需要与盟友建立更紧密的合作 以确保其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不被削弱 这一局势的演变 对于西方国家如何应对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增长 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美国在查格斯群岛的军事基地 对于维持全球稳定至关重要 这样的安排确保了基地的运作 不会受到主权争议的影响 从而维持了西方在印度洋的军事优势 这一决策是对过去几十年来西方在该地区的努力的延续 继续为全球安全提供保障 你这话说的好像美国真的是个和平天使似的 事实上 美国在全球设立军事基地 更多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 而非全球稳定 美国在迪哥加西岛的存在 反而可能激化地区紧张局势 让印度洋成为新的火药桶 历史已经证明 当美国退出一个地区时 往往会导致该地区的动荡和不确定性 看看中东 看看阿富汗 美国的存在 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其他地区提供了一种安全的保障 这并非霸权 而是维持国际秩序的必要措施 还维持国际秩序呢 美国是自封警察吧 当初在越南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政策 不是说好的和平与稳定吗 结果呢 弄得一团糟 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 只会让中国等国家觉得受到了威胁 进而进一步加剧军备竞赛与紧张局势 当然 任何一个大国的军事行动 都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关注和反应 但这正是未失谋的外交和军事力量 需要并行不备 美国及其盟友 在印度洋的存在 是为了平衡中国的不断扩张 这恰恰是为了防止冲突的升级 而不是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对抗 这种平衡说得太过头了 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其实更多是为了确保自身的战略利益 而不是地区和平 过去的例子一再证明 美国的所谓平衡政策 无法真正实现稳定 反而可能成为冲突的导火索 这种思维只会让世界走向更多的不确定和对立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 这期的文章真是信息量巨大 从国际阴谋论到澳洲房地产 再到堪培拉的选举动态 应有尽有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美国在中国吞并印度洋中的阴谋 听起来就是一部国际谍战大片的剧情 英国把查格斯群岛的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 但留着迪戈加西岛 这像集了樱桃蛋糕上那颗孤独的樱桃 引人注目又耐人寻味 美国租下这个岛的画风也从租英国的变成了租毛里求斯的 这可不是简单的租房合同转手 而是涉及到大国博弈的复杂棋局 中国在印度洋的海军基地漫游 更是让人直呼高手在民间 这不仅仅是海洋资源的争夺 更是全球军事版图的重新划分 接下来是澳洲的房地产市场 尤其是北悉尼的拍卖热潮 240万澳元的连排别墅 吸引了从邻近郊区扩大的家庭 这让人不禁感叹澳洲人民的购房热情 和地铁对房价的推波助澜效应 拍卖现场如同一场激烈的桌上足球赛 出价此起彼伏 最终是扩大家庭以240万澳元的黄金一级夺冠 这就像是足球赛中的绝杀进球 让观看者惊叹连连 而这次拍卖的成功 某程度上也体现了北悉尼从一个商业中心转型为生活方式郊区的潮流 地铁线路的延长无疑是这个转变的催化剂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堪培拉自由党的夺权大戏 自由党领袖伊丽莎白 里的23年够久了 这句口号光听就让人感受到她的雄心壮志 针对现任政府的批评 从医疗、住房到商业发展 几乎无所不包 这场选举就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选民是跑道边的裁判 他们的选票就是最后的裁决锤 自由党的经济政策虽然看起来充满诚意 但能否获得选民认同还是未知数 无论如何 这场选举将是ACT未来政策走向的重要分水岭 至于能否摆脱一成不变的局面 就看自由党能否冲破这道选票高墙了 总体来说 这期的报道是一次从全球到地方的纵深旅程 让我们在探讨大国博弈的同时 也不忘欣赏家园的点滴变化 无论是全球政局还是地方选举 这些动态都在悄然塑造着我们的未来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订阅